喉舌又撒谎 美术华大使馆怒了 赵立坚不懂历史反统一 国民党官员给他补课 经 拴狗咽母亲一遭拐卖来自四川 政府前言不搭后语 你今天正在唱的这首春节歌曲 作者在反右斗争中被饿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31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新春熟悉夜 在此我们祝福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春快乐 合家欢乐 虎年健康平安 吉祥如意 下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中共宣传机器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自己搞砸的事情 或者即将搞砸的事情 都会经常栽造所谓以美国为首的海外反华势力 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始的一个星期前 中共官方喉舌英文的《中国日报》宣传称 所谓的美国反华势力谋求打乱 2月4日开始的北京冬奥会将体育政治化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进行博士 中共大外宣主干的《中国日报》上周五 援引所谓的匿名消息人士说 美国计划恶意打乱和破坏北京冬奥会 怂恿运动员不尽心参加比赛 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 《中国日报》宣称 美国计划怂恿不同国家的运动员表达对中国的不满 在比赛中被动参与 甚至拒绝参赛 作为回报 华盛顿将提供大笔资金予以补偿 并动员全球资源帮助保护那些选择被动比赛的运动员的名声 不过 报道没有就其所宣称的谋划提出任何一步的证据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个电邮中说 美国就参加北京冬奥会 过去没有 现在也没有协调一个全球行动 美国运动员有权利依据包括推动人权在内的奥林匹克精神 及信征自由表达 电邮还说 中共继续试图误导公众 以在他们恶劣的人权记录上分散公众注意力 此外 美国跨党派的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参议员杰夫·莫克利 及共同主席 众议员麦戈文 1月31日公布至美国奥委会及残奥会的信函 要求获取这两个组织有关保护美国运动员言论自由 数据隐私 及减少使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计划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金常常闷横无礼 以反台独的名义沾沾自喜 却反到了国家的统一 这次甚至严重到了揭怒台湾的统派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以总统特使身份 率团出席宏都拉斯总统卡斯楚就职典礼 27日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赖清德进行了简短交谈 这是一次罕见的会面 也是台美副总统首次在国际场合自然互动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金28日在回应媒体时称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哪来的什么副总统 中国国民党表示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选举产生的副总统 不容大陆当局智慧 中华民国正副总统选举产生 具权威性与合法性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涛 30日晚间发出严正声明表示 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国家 自民国元1912年创建以来就设有总统职务 而自民国37年1948年行线以来 更有总统专政规定总统副总统职权 林涛指出 自民国85年及1996年开始 总统副总统更是透过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全体人民职权产生 落实民主宪政 中国大陆人士可以自我总统府官网查阅 以免因不查事实而有失疑解 虽然海峡两岸自1949年隔海分治 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容视而不见 他说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是两岸过去数十年来得以维持和平 以及互动发展的基础 林涛表示 中国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 使之捍卫国权 保障民权 永远不变 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选举产生的总统 副总统 权威性与合法性不容大陆当局智慧 陆委会指出 中共外交部 国台办等单位 近日以赛发表错误定位台湾言论 台湾绝不接受 并延正声明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何来为其一声 赖清德28日分享与美国副总统自然互动说 贺锦丽很大方 友善 对台湾很支持 她感谢这次固建美国得到的安排领域 赖清德28日下午 与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视讯会晤 感谢她长期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在中共日下 人口贩卖一直得到地方政府默许 甚至基层政权配合 所以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一直屡经不止 最近 江苏徐州一名被拴铁链 延伸八个孩子的女子 引发舆论对中共纵容拐卖人口的质疑 官方之前咬定她是本身人士 日前又改口为流浪女 身份未定 前言不搭后语 似乎一直想隐瞒什么 当地时间1月30日深夜 中共江苏徐州封县县委宣传部发布 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 声称 此女是1998年6月 在丰县欢口镇与山东渝台县交界处流浪协讨时 被欢口镇居民董某庚收留 此后就与董某庚的儿子董某名生活在一起 在办理结婚登记时 镇政府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实 通报继续宣称 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 就在两天前的1月28日 封县县委宣传部还对大陆媒体一口咬定 称涉事女子就是欢口证人 1998年与董某名敏正结婚 因为患精神病 有暴力倾向 才被家人用铁铁锁住 不过 官方没有提及该女子本地娘家的情况 大陆媒体报道中也未出现些娘家亲人 在30日的官方调查通报中 该女子又变成了身份不明的流浪女 通报称 当地公安此前曾将其DNA 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 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 为比重亲缘信息 公安将继续追查其身份运营 但网友从公开寻亲登记信息中 找到了吻合度较高的失踪案例 寻亲信息显示 一个名叫李莹 1984年出生的女孩 在1996年失踪 当时她在南充市上小学六年级 某一天去学校上学后失联 网友将李莹的照片 和封线双狗恋女子的视频截图进行对比 发现容貌颇为相似 当地官方28日的回应 引发网友强烈质疑 两天后被迫改口 可能与舆论压力有关 此事最初引发关注 是因为有短视频博主发了一段视频 显示封线一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在摄氏三度的低温中身穿单衣 脖子拴着铁链 蜷缩在一间破屋中 网友强烈质疑 该女子是被拐卖到这里 网友知情人透露 该女子刚到这个村子时 还会说一些英语 据此前的大陆媒体报道 在中国一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 普遍存在花钱购买女子的现象 村民默契互助 阻止被管女子逃脱 当地官方也视而不见 甚至掩盖真相 又到了今年的除夕 每年一到农历春节期间 全球华人朗朗上口的歌曲 《恭喜恭喜》已成为春节的象征 歌曲的作者陈歌星 是罗大佑的音乐偶像 老上海时期知名歌曲《如夜上海》 《玫瑰玫瑰我爱你》 等大量筷制人口的作品 让它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可惜的是 它在战争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 与国公内战都活了下来 却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 连儿子都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最后活活饿死在劳改农场里 《恭喜恭喜》作者陈歌星 生于1914年 本名陈昌涛 其母有印度血统 自幼被过籍与上海人家抚养 他在上海革制中学毕业后 即师从德国籍犹太人音乐家 梅耶学习钢琴与声乐 并与另一名还流亡犹太人作家弗兰克学习作曲 虽无音乐科班学院的学历 但仍以师从知名音乐家获得中学音乐教习 当时年纪甚未满20岁 此后还参与了中国首都音乐剧西施的制作 也在多家电影公司担任作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陈歌星参加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之后他再也不再过问政治 却谱写了他生涯中最重要的多首抒情通俗歌曲 例如《永远的微笑》 《强威强威处处开》 《玫瑰玫瑰我爱你》 《凤凰于飞》等 由当红歌星 龚秋霞 姚丽 周璇等明星演唱 风靡上海滩 他也因此被誉为歌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陈歌星兴奋的彻夜难眠 写了一首《迎战士》庆祝抗战胜利 不久春节将至 他再做了一首歌曲《恭喜恭喜》 由当红歌星姚丽演唱 虽说歌词里有冬天已到尽头 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 看似未庆祝春节 实际上却是影射抗战胜利后 苦尽甘来的心情 原曲是小调 速度较现在通俗轻快版本更加缓慢 略带点淡淡哀伤 可能有赶怀战争死难者的心情 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 这位名阳中外的作曲家被划为右派 在单位内一阵批斗后 被送往安徽白毛岭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61年初 终于在劳改农场里 死于因过度饥饿引发的心脏衰竭 年仅46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